第4318集 什么人 竟敢在天西岛阴谋作乱 诸多巡逻强者 无比警惕围住了夏玄盛 却也不敢随便动手 因为他们能感觉到 夏玄盛即将要爆发的气势 那股猙獰凶猛的刀意令人窒息 有人发出信号弹 有人吹响警戒的号角 寻求增援 夏玄盛目光望向夜晨 却不知如何是好 夜晨暗暗传音道 快走 屈指一谈 一力尘埃 无声无息地飞向夏玄盛 那是愿望天兴所画的尘埃 夜晨深知天西古族的强大 夏玄盛孤身一人 未必能够逃脱 所以将愿望天兴借给他 夏玄盛得到愿望天兴 心头大定 立即转身逃跑 想跑 拦住他 周围巡逻强者高声呼吓 纷纷挥动刀剑 向着夏玄盛斩去 无响的一刀 夏玄盛咬了咬牙 反手一刀斩出 凝利的刀光 带着碾压现实世界的可怕威势 向着那诸多强者披去 众人大吃一惊 只觉这一刀的威势 简直是惊天般的可怕 足以瞬间将他们抹杀 眼看众人就要被杀死 但在这个时候 那天兮古地的雕像 又爆出一股璀璨的红光 化作结界将众人笼罩住 夏玄盛一刀狂劈过去 竟然无法破开结界 紧接着 那雕像再次显灵 眼瞳射出刀剑般的精芒 向着夏玄盛脑袋刺去 夏玄盛大惊 只觉着精芒的威势 灵力万分 这不是他能抵挡 愿望天星 起 危急关头 夏玄盛催动愿望天星 挡在自己的面前 那雕像射出的精芒 射在愿望天星上 却无法破开愿望天星的防护 夏玄盛暗呼侥幸心道 多谢殿主 急忙收起愿望天星 飞顿而去 众人看到愿望天星的气象 纷纷大叫 愿望天星 是轮回之主的法宝 此人是轮回之主 难道轮回之主 想谋害天兮古族 在场所有人看到愿望天星后 都误会了夏玄盛的身份 只以为夏玄盛就是轮回之主 却没想到 那愿望天星 其实是叶晨借出去的 夏玄盛在愿望天星的庇护下 迅速逃离 身影十分狼狈 但总算没有受伤 叶晨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却见全场骚动 一片混乱 人们以为轮回之主降临 要对付天兮古族 自然震动万分 我们走 叶晨不动声色 带着几丝青离开 随后 两人在岛屿上 寻了一间客店 暂时安顿下来 叶晨打算在这里 打听一下西玄天的所在 毫无疑问 西玄天就在天西岛上 只是天西岛疆土着实不小 要精准找到西玄天的位置 绝非易事 当下叶晨便向殿小二打听 这位小哥 我们是外地来的商人 很是仰慕西家圣子的风姿 不知圣子大人 在何处保地修炼啊 那殿小二听到叶晨的询问 顿时警惕道 你们外地来的 打听圣子大人的下落 想做什么 叶晨不动声色道 哦 只是问问 我们想一睹 圣子大人的风采 那殿小二道 圣子大人的真容 也是你们能观瞻的 我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 胡乱打听的话 万一被当成是外族的奸戏 那你可就麻烦了 黑暗沁海三大谷足 天西谷足 罗生谷足 玄真谷足 互相之间各有纷争 并不是一团和气 故此三族之内 诸多重要高层人物 年轻天骄 修炼居住的地方 都是秘密 不会向外公布 叶晨脸色一沉 看来想打听 西玄天的下落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困难 一时间内 叶晨也没什么好办法 便要了一个房间 当晚与几次卿一起住下 而在叶晨与几次卿 共度凉宵的时候 天西岛 一处荒庆的竹林里 一个盘膝坐着的男子 缓缓睁开眼睛 眼眸中精芒闪亮 我似乎捕捉到了 轮回的气息 难道是故人来了 男子喃喃低语 随后掏出一个龟甲 占卜了一挂 挂象却是上上大吉 果然是他来了嘛 还有女武神 他们终于结成了良缘 男子颇感惊喜和意外 沉思一会儿后 叫来了一个侍女 吩咐一番 那侍女连连点头 面带惊疑之色 但最后也没有多问什么 转身离开 叶晨与己思卿 在客店里睡了一晚 精神十足 到得一日清晨 两人从睡梦里醒来 结伴出门 准备再想办法 探听西玄天的所在 然而两人刚一出门 却看到 有一个侍女打扮的女子 站在门外 似乎等候他们很久了 轮回之主 女武神大人 欢迎你们大家光临天西岛 我家主人等你们很久了 请你们 去幽黄竹林一居 那侍女催生开口 竟然爆出了 叶晨轮回之主 还有己思卿 女武神的称号 叶晨和己思卿 吓了一跳 只以为暴露了 环顾四周 幸好清晨时候 客店里也没旁人 这个侍女 似乎也没有恶意 如果有恶意的话 现在等待叶晨的 应该是铺天盖地的西家强者 而不是只有她一个 你主人是谁 叶晨脸色一沉 心里闪过无数念头 猜测着这侍女的来意 甚至叶晨还以为 这个侍女 是西玄天的属下 西玄天派她过来 是要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那侍女道 我家主人叫西明凤 是天玺古族 前两代的圣子 西明凤 叶晨与己思卿 听到这个名字 皆是神色一阵 脑袋隐隐作痛 似乎有什么回忆被勾起 叶晨脑海里 浮现出一个 剑眉星目 或为英俊的男子脸庞 那男子的名字 就叫西明凤 在万年前 西明凤曾在天人狱 生死约战轮回之主 也就是说 前世的叶晨 曾与西明凤交战过 那一战 自然是叶晨赢了 西明凤败在 轮回之主的手下 本来要死 但轮回之主手下留情 最后还是 释放了他 结下了善缘 西明凤很是感激 说过会报答 只不过后来 前世的叶晨听说 西明凤因为战败 已经被剥夺了 天西古族圣子的身份 甚至被逐出家族 他自身难保 自然是无法再报答轮回了 你的主人是西明凤 不是西玄天 叶晨轻衣不定 看着那侍女道 那侍女浅浅一笑道 是的 我家主人想邀请两位聚聚 还请两位大人赏脸 叶晨心中一喜 西明凤算是他前世的老朋友了 两人不打不相识 如果能够重聚 说不定能从西明凤口中 打探到西玄天的下落 好 请带路 叶晨点头答应 也想见见西明凤 两位大人 请 那侍女做了个邀请的手势 带着叶晨与几次卿 离开客店 向着西边方向走去 一路上 有不少西家的巡逻强者 看到那侍女 即使露出嘲讽的神情 叫道 小兰 你怎么还服侍那废物家伙呀 西明凤那废物 当年被轮回之主一招击败 溜进我天息古族的颜面 你留在他身边又有什么用啊 是啊 倒不如陪陪我好了 听着那些刺耳的嘲讽声 那侍女不为所动 面容依然沉静 似乎是习惯了 叶晨与几次卿听到了 皆是眉头轻皱 前世的生死约战 叶晨以逆天之词 一招击败西明凤 这消息传回天息古族 举足震动 胜败乃兵家常事 如果是普通的战败 那也没什么 但偏偏西明凤是被一招击败 可谓惨淡至极 当年的他是西家圣子 地位崇高 但经此惨败后 被剥夺了所有身份地位 逐出家族祖地 万年间受尽了冷眼嘲讽 这个叫小兰的侍女 是陪伴在西明凤身边 唯一的人了 叶晨叹息一声 却没想到 当年之战 对西明凤的影响 居然这么大 在那侍女小兰的带领下 叶晨与几次卿 很快来到了天溪岛的西郊 这里有一大片荒凉的竹林 远离人烟 正是西明凤如今居住的幽黄竹林 小兰道 我家主人被逐出家族后 便隐居在此 她时常提起轮回之主的威名 说能与轮回一战 就算被剥夺圣子身份 那也是值得的 叶晨点点头 与几次卿大步走入竹林里 却听竹林深处 传出一阵悦耳的琴声 琴声清幽如玉珠落盘 在卿尘里听来 格外的令人精神 叶晨与几次卿 皆是精神一阵 来到竹林深处 只见一个衣着简朴的 英俊男子正在弹琴 那男子看到叶晨和几次卿来了 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拱手道 轮回之主 女武神 两位转世重生 风采依旧 不知还记不记得 我这位老朋友 这个男子 自然便是西鸣凤了 叶晨看到西鸣凤的容貌 脑海里浮现出前世的记忆 与西鸣凤的生死决战 历历在目 鸣凤公子舞蹈通天 我当然记得 当年我是凭着血脉天赋 侥幸赢了一招 若是真正舞蹈决斗 我未必是鸣凤公子的敌手啊 叶晨玩耳一笑 拱手欢礼 西鸣凤叹息一声道 败了就是败了 我无话可说 当年你不杀我 饶我一命 我很是感激 一直想要报答 后来我听说 你被玄机月杀死 其实也想替你报仇 可惜 我被困在天西岛 家族不准我外出 实在是遗憾 顿了顿 西鸣凤又问 轮回之主 你如今一种改装 登临天西岛 不知有何贵感 难道 你想再与我一战 不知有何贵感